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亚高艾坦达拉达成个人的协议 这位西班牙中场已经和利物浦与人工那方面聊好了 现在指餐利物浦与巴人乌里克两间球会 订阅会费的已经是可以达成的 这是意大利媒体的消息 艾簡達拉已經在拜仁慕尼克七年的時間 誰買他去拜仁慕尼克的就是前巴塞領隊 現在的曼城領隊也是前拜仁慕尼克的領隊哥奧迪奧娜娜 這位西班牙中場只剩下一年的合約 之前拜仁說曾經跟他談過續約,但不太成功 所以拜仁也要在接下來的轉會槍收回現金 意大利有一個記者Tancredi-Pamari 他說利物浦和艾簡達拉已經就一些個人的條款達成業議 接下來幾天如果和拜仁慕尼克談了轉會的費用 就可以正式轉會 他在Twitter說的這件事 他說暫時來說 拜仁希望可以獲得3500萬歐羅 大約3200萬英鎊 利物浦願意付3000萬歐羅 即2700萬英鎊 加500萬磅的優惠 即是雙方的 價錢距離相當之近 其中一個原因是只剩下一年合約 拜仁慕尼克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這個轉會槍搞不定的話 他明年就放棄 如果埃簡達拉跟利物浦簽約的話就會簽 一張三年的合約 而且這位記者也再一次證實 其實埃簡達拉跟拜仁的續約的談談 已經沒有再談 所以埃簡達拉離開 拜仁慕尼克也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他代表拜仁上陣過230次 入了31球 在這七年的期間 就拿足七年的德甲冠軍 拜仁的高層 露明尼加也證實了 他接受Bind這個回體訪問 他就這樣說 埃簡達拉 他是一個很好的 球員 無論是球場上或是球場外 都是一個好的球員 我們就嘗試跟他談續約 亦滿足了他的要求 但是 他就決定了離開 可能他 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挑戰 在他的足球生涯 希望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當然不想 一個球員就自由轉會走 我這件事說得很清楚 利物浦來說 埃簡達拉可以做到什麼呢 很大機會成為 埃簡達拉 即是拉蘭娜 即是懸弱 今年可能會用埃簡達拉 做一個替補 其實 踢法上也有點像 而埃簡達拉 在德教的表現 亦相當出色 在拜仁無尼克 所以利物浦很厲害 正所謂 不出手 一出手就已經相當接近 因為如果根據這個報導 其實跟拜仁無尼克談 只差 500萬 歐羅 我想相當容易談 尤其是 坦達拉基本上只剩一年合約 拜仁無尼克也知道 他手上的牌 不是那麼多 反過來 利物浦 之前是個5000萬磅 天武雲拿 錯過了那個機會 這次來講 他中場 其實老實說 他中場的 替補 或者要去買一個好的球員回來 急切性 是分分鐘更強 比前面三個 因為埃及文明基本上 還是當費的狀態 但他們的 中場的幾位朋友 其實都是挺同類的 就是很有 運動能力 很有壓迫性 以及在搶節方面非常出色 但在製造性方面 就未必 有那麼好的表現 阿簡達拉 其實跟他們 都屬於同類 再加上大家不要忘記 詹氏米娜已經 年紀大了一歲 所以要找一些 球員來替補 都可以理解 以及 他利物浦三個中場 其實是一個團隊的合作性 以及他們的迫搶能力 都是高普最需要的 阿簡達拉雖然 是一個西班牙人 但始終在德甲 打滾了那麼多年 始終對德國式的打法 絕對有他的長處 儘管看看這件事 會不會在接下來的 這幾天 就會有任何公佈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都請客 啊 咱們 正在 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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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